运球就快要coach 战术就学coach 路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指定鲁鱼 coach 路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由卢浮宫出发 沿着塞纳河畔向东南行进四公里 便可抵达贝尔西体育馆 这里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篮球比赛的决赛场馆 在塞纳河沿岸的所有建筑里原本排不上号 但在巴黎当地时间8月10日的夜晚 这座体育馆成为篮球这项运动新的神迹诞生之地 本届奥运会男子篮球项目的金牌决战 结果并不太令人意外 美国男篮以98比87的比分700 维克多文班亚马所带领的东道主法国队 实现了在这个项目上的奥运五连冠 但和三年前的东京八年前的礼乐相比 2024年的巴黎之旅是如此意义非凡 这次由詹姆斯科瑞多兰特所共同领衔的美国男篮 在岁月悠悠的塞纳河畔穿越历史 在三个人的年龄合计已经110岁的当下 依然展现出远超旁人的比赛能力 尤其是当柯瑞张公拉弦 冲着天空射出最后那只穿云箭矢 不仅巴黎的夜空 连这一代全世界篮球迷的青春都被照亮了 他们就如同那些塞纳河畔的建筑 历久弥新的处立在历史之中 也处立在你我眼前 这一天当他们的脖子上 共同挂上奥运金牌的刹那 多少人青春里对篮球的幻想 终得圆满 对柯瑞而言这是圆满的一夜 他拿到人生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美国拿来的比赛 几乎每一战都是群星璀璨 但从半决赛苦战塞尔维亚 到决赛挂上金牌 柯瑞也都无疑是 最为光滑夺目的那一个 面对法国队这一战比赛的前半段 柯瑞还只是在安静地享受着这场比赛 他神奇的三分球 能赢着文麦亚马的飞扑风盖 穿指尖而出 虽然投篮弧度被轻微影响 但他曼妙的手感 令这一球弹框而起后 依然能够落入往心 包括他和詹姆斯之间和杜兰特之间 两两幽灵挡拆的威力 都是如此巨大 在法国队试图拉大体型强化对抗的时候 柯瑞总会挥出清零一击 让法国南篮主帅 文森特·科莱的计划宣告落空 当然柯瑞要犯错的时候 还总是经典的柯瑞式失误 从当初的NBA总决赛里的被传到如今的奥运会决赛 柯瑞似乎从未改变过他对于篮球的心态 全力以赴 但从不紧张 或许也只有戴着这样的心态 他在比赛的最后时刻 才会用他那张娃娃脸做出最凶狠的攻击 抬手命中三分 再抬手又命中三分 对手扑过来了 晃动后撤步 再进三分 最终 巴图姆和弗尼耶 两位身高超过两米的运动员 已经集体不向他了 他把球以一个不可思议的仰角射出 划破天际后 依然能够直中靶心 这连续四季三分的命中 彻底杀死了比赛的悬念 也让柯瑞有机会在奥运会决赛中 再次做出9-9的标志性庆祝动作 历史最伟大的三分射手 在奥运会的前四场比赛 合计三分二十中五 一度被极端言论诟评定为 在NBA尺寸下的巨星 适应不了飞吧 然而从面对塞尔维亚的最艰难一役 到最后的蓬佩什克柯瑞两场比赛 轰进17克三分 他本无需为自己再多做证明 但只是在宣告 在这个柯瑞本人一手推动着 篮球运动进入的新时代之中 他的射数依然独步天下 无双无对 对于詹姆斯而言 这也是圆满的一夜 他拿到了人生的又一个MAP 是的 这一场比赛过后 有关詹姆斯最出圈的片段 依然是这位年近四巡的老相 被小熊亚布莱斯格扣 但正如每一张被格扣照片里的背景人物 如果没有这些在防守端 迎难而上的人 篮球就会变成一项互相退让的运动 失去了血气阳刚的本色 詹姆斯在外线防守 被亚布莱斯假手敌手骗过之后 光速投入了轮转换防 遗憾的是中差之毫离 没能造成进攻犯规 但一如他上赛季的 冀中锦标赛判决赛 却不断用肉身挡在西安面前 防守端的努力 时有成功 时有失败 结果并不是判定努力的标准 更何况 在单回合决胜的比赛里 你已经数不清 拥有詹姆斯的球队 到底连赢多少场了 纵然是重星云集的美国男篮 詹姆斯掌控比赛的能力 依然是无与伦比的 这场奥运金牌战 双方开场 第一球就是由詹姆斯 双手报扣所完成的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 他钉板封盖亚布莱斯 人放当冲 背后妙传德文布克 如火车头一般推出转换 闪转腾挪拉杆上蓝 参加过2004年奥运会的 鲁迪·菲尔南德斯 在西班牙只能做一些零星贡献了 参加过2004年的奥运会的 迪亚纳·陶勒茜 在美国女篮 逐渐沦为了替补吉祥物 但同样参加过2004年 雅典奥运会的勒布朗 依然并微双的胡茶 在招视着他的年龄 可赛场上的表现 却成为他和年龄对抗 最强有力的证据 很难想象 这支美国队号称人人都可以成为发起点 两位内线浓媒阿德巴约 上赛季的NBA 都有场均3.54以上的助攻 其他所有球员的助攻 更是场均5个起步 但在奥运会上 美国队真正可以依靠的领路人 只有詹姆斯 他一上场球队就能退出 风驰电掣的转换 一被换下 从塞尔维亚到法国都大摆联防 直接让美国队的进攻体系受到挑战 继半决赛拿到三双后 决赛詹姆斯再度攻下14分 6篮板10助攻2抄截 出场时间为全队最高的32分29秒 于是他当选了本届奥运会 男篮比赛的MVP 篮板全队第一 助攻在队内遥遥领先 得分比这两场大爆发的柯瑞 总计值少了4分 加上他66.0%的逆天命中率 这个MVP拿得不仅实质名归 也为詹姆斯职业生涯的华沙 又搭上了一块灯牌 即使对杜兰特而言 这依然是圆满的一夜 他成为了奥运男篮历史上 四夺金牌的第一人 杜兰特本届奥运会最夸张的比赛 留在了亮相那一刻 他商欲付出 仅仅半场就八头八重拿下了11分 再次证明了自己非法最强死神的称号 名下无虚 虽然此后的比赛 尤其是半决赛和决赛这两战 他的发挥不如上述 詹科二位那么抢眼 但这并不会损害他的形象半分 在半决赛最后一刻 挥手一指让恩比德不必挡拆 只要把空间留给他就好 随后用夸张的体现变相 加干拔中头杀死比赛的人 是杜兰特 在决赛里领过兼具防守任务 正如半决赛詹姆斯去队位约基奇一样 在冠亚军决赛里面 攻防两端大量队位文班亚马的人 是杜兰特 再你以为杜兰特以半滑水的状态 度过了一切奥运会 但打开美国拿来的技术统计表一看 发现出场时间和得分都排在队内前三 仅仅逊色詹科二人的 还是杜兰特 杜兰特在非法比赛中 的确已无需再证明什么了 从2010年初带领出战土耳基试剑赛 到2021年疫情之下 带队奔赴东京奥运会 有杜兰特赛的地方 就是美国南篮胜利的保障 2024年这一城 他在热身赛期间 始终未能摆脱生病困扰 但等到奥运开始之时 他的镰刀就已经打磨锋利 开启了收割模式 绝大部分时候 他都在替补席上出战 宠溺的把球交给他的小谜弟爱德华兹来掌控 甚至自己因此接不到球也毫不在意 但到了需要他的时候 每个人都知道 杜兰特会出手的 经历本季奥运会后 杜兰特不仅成为了 奥运南篮历史唯一四贯王 甚至在美国对历史上男女通算 也超越了丽莎莱斯利 成为得分榜第一 2024年 詹杜科突然之间就这样被组合在了一起 如果说全明星赛上短短136秒 共同在场是惊鸿一别的脚合 那么这一次共赴巴黎 转战千里 恐怕将成为三个人篮球生涯 来到暮年最美妙的经历 甚至也正是因为他们三位 纷纷履行承诺踏上远行的航班 才促成了无数年轻人的跟随 让2024版本的美国南篮 又有机会成就历史经典 虽然很多时候是残酷的 2024年的NBA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詹杜科的球队合计在季后赛 只拿下了一场胜利 无论从常规赛排名 还是到季后赛竞争力 他们反复和当初的自己 已经渐行渐远 但岁月也有温柔的时候 这个夏天的巴黎 留下了他们无数张的共同合照 出发之前 美国队就为三人拍摄了合影特写 捧得金牌后 更有无数摄影记者 在寻找他们并肩的时刻 当然还有每场比赛结束后 他们带着另外九个小兄弟 或坐或躺的 靠在贝尔西球馆外的阶梯上 夜空下游塞纳河畔的晚风吹过 让每个亲历此刻的人 都宛如回到了 无忧无力的学生时代 不知各位发现 没有2024年全明星的西部队 柯瑞落选了先发 而本季奥运会的所有热身赛 多兰特因伤缺席 而决赛之前的无上比赛 他也都坐在TB级上 所以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之战 是詹姆斯·柯瑞·多兰特 三个人篮球生涯里 第一场同时先发登场的比赛 我们当然可以幻想 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美国南兰本土作战 老三位是不是还能再续前缘 但运动规律告诉我们 这件事到时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 所以这场比赛 从供登先发到头上领奖台 每一刻都是前所未有的 如同一张1比1的限量球星卡 因为独一无二而倍价珍贵 但好消息是 球星卡只有一位买家 但这场比赛 却可以成为所有篮球迷共享的珍藏 一如卢浮宫里的镇垫三宝 维纳斯 孟纳丽莎和胜利女神像 历经沧桑而永恒闪耀 早已成为了人类共同的珍宝 就在今天 你有关篮球的那本青春纪念册 或许可以换一张封面了 这场比赛过后 美国队的奥运战绩来到了143胜5负 20年前 雅典奥运会失利后为36胜1负 最近9届奥运会 美国队拿下了其中8次冠军 在南篮被列为奥运项目后的21届比赛中 美国队拿下了其中17个冠军 法国队在1948年 2000年和2020年奥运会上均获得银牌 每场都在决赛中输给美国队 最近几年来 法国队的实力一直处于第一梯队 各项赛事都有很强的竞争力 包括在东京奥运会小组赛 让美国吞下了17年来 在奥运会赛场上的首场败局 但最终的决赛 还是五分之差不敌美国队 自1992年巴塞罗纳运动会 允许NBA球员参赛以来 本届美国队的阵容是最老的 许多面孔在下一届 大概率不会看到 但2028年奥运会在洛杉矶举办 有了为主场球迷的加持 美国队很有可能继续选出 极战力最强的球员 引用媒体人Sam Quinn的预测 杰伦 萨格斯 安东尼 爱德华兹 德文布克 卡密尔 布里奇斯 杰伦 威廉姆斯 赫博琼斯 西安 威廉姆斯 乔什 哈特 切特 霍姆格伦 巴姆 阿德巴约 是他心目中的下届奥运会 美国男男十二人打名单 像安东尼 戴维斯 斯克迪 巴恩斯 凯德 坎宁安 杰伦 塔图姆 和杰伦 布朗 马克西 贝恩 班切罗 莫布里和在美国队训练营中 表现很好的科伯 弗莱格 也出现在其他媒体人的预测榜单中 当年35岁的拉里伯德 是1992年奥运会阵容中 最年长的球员 今年有三人超越这数字 39岁的詹姆斯 36岁的柯瑞和马尚36岁的杜兰特 虽然他们三个是本次夺冠的最关键因素 但是我们不能再期盼他们四年后 还能出现在奥运会赛场 甚至连NBA赛场都很难预测 不过就算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代表美国队出战 一枚金牌也是最好的回报 就像詹姆斯说的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夺金 每天互相监督不断进步 我们每天都这样做 直到最后一场比赛 在我职业生涯的好奇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参加多少场比赛 还能经历多少重要时刻 所以对我来说 这意味着一切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还没看够 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 那就点点订阅 鲁鱼我期待和你一起长久